把鸡胸肉切成小丁之后备用 把干香菇泡发之后也切成小丁 然后再切点胡萝卜丁和土豆丁 接着来炒糖色 喜欢少油放入几颗冰糖 每天都在用心的浇作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炒成香油色之后放入鸡胸肉 然后大火翻炒 翻炒三分钟左右 然后出锅备用 电饭锅里加入适量的大米淘气干净 然后放入胡萝卜丁 香菇丁和土豆丁 然后再放一点青豆和玉米粒 然后再放入鸡胸肉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焖饭酱汁 有了这个焖饭酱汁 在家就能非常轻松的做出美味的焖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按平时煮饭的量即可 再加入一双食用油 稍微搅拌一下 盖上盖子按煮饭键焖熟即可 好了已经熟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 拌匀之后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门饭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做法也很简单 请问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